有關關鍵的重要性 重要到什麼程度 因為我相信這是一個國家的競爭裡面 最高層的一個科技戰 吳總編有什麼看法 我覺得5G的 例如說現在很多國家抵制華為 這5G除了當然有政經情勢的考量 那從5G的安全跟技術角度上 其實也是有它必要的 但最大的前提是大家各國 基本上對於中國的不信賴 已經到了一個極點 那5G技術的安全 又會讓這個安全issue更大 為什麼 在4G之前 其實是比較屬於封閉的電信網路 到5G的時候 它會更為是更開放性的電信網路 那這樣的一個電信網路 除了速度快之外 它更開放 它可以允許可能電信公司下面 可以借接更多其他的服務商進來 那它的網路呢 又是走軟體定義式的網路 不是像過去那樣的傳統機房 這樣一台一台設備 它可能是跑軟體定義的虛擬機器 它的架構的變動很大 那對於它的安全來講 就是它存在很多變數 你說你借接進來的這些服務供應商 會不會如果發生那個問題 那它就連帶就會影響整個5G的網路的安全性 那另外一個重要的問題是說5G的服務日後 如萊博士剛剛所說的 它會跟我們的生活有非常密切相關 那這樣的服務的中斷 也會造成安全上一個很大的考量 例如說以後我們期待無人 無人駕駛車 無人機 無人駕駛車 汽車是希望依賴5G 那如果5G服務中斷了 那街上的無人駕駛車就亂了 那豈不在乎社會的動盪 那如果5G服務這麼好用 那大家也會想用 說不定醫院有可能 他就會租了某一段的5G的服務網段 然後提供他院內的服務 那以後的醫療設備也都開始聯網 那如果那邊的服務被中斷了 或是被入侵了 那有可能以後我們的 你可能是點滴系統 擠藥系統 都有可能是或是臨床造物系統 都有可能是會受到影響 那所以在我覺得在4G過去以前的時候 我們意識到的電腦 我們意識到的網路空間 是比較是跟現在實體的世界是平行的 所以電腦中毒了 對我們生活其實還好 社會還是正常的 可是到了5G時代 以及現在AI時代 以及現在整個大數據時代 其實這兩個空間已經開始在疊合了 他在疊合的時候 在虛擬空間發生的事情 例如說網路攻擊 可能就會造成我們人員生命的安全 所以這個5G重要 我特別請教你一個 我最近有朋友 我問他一個問題 我說蘋果的手機 最近那個整個換機速度變慢 他告訴我 他說現在很多人為什麼不一樣換機 他說等到用5G的時候 前面2G 3G 4G 大概手機都不能用 大概全部都變5G 那以前我們看3G到4G的時候 還可以並存 那如果說這個5G影響這麼大 那對未來的整個商業行為 我相信帶來非常巨大的影響 對 一定是會帶來非常巨大的影響 就是剛剛講的 不只是消費者端 業者或整個產業的服務型態 也會整個全部跟著轉變 那這轉變當然帶來就是 產業變動的問題 那以及說你在整個全球技術領導地位的問題 可是他另外一部分也是 因為他跟現實的生活 社會的運作有更緊密的關聯 那這樣就不需要好好的去思考這個問題 結果他的問題就比過去4G還來得更大 更大 那我們現在講的手機機地台 這其實或者是說APP 這其實都還是資通訊產品 那另外一塊更重要的部分 例如說我們的關鍵基礎設施 我們的水 我們的能源 我們的電 那逐漸的 他們現在都是開始跟網路有連結 那據我瞭解 現在台灣也有在 也有研究者在去研究 他們發現例如說像在再生能源系統 我們現在需要發展太陽能電 就這些太陽能設備裡面 有很多逆電器跟監控系統 其實也是被華為所設備所所佔領 因為他的成本比其他好像低太多 所以他市佔率很高 而這些設備是可以控制太陽能電網 shut down 要供電 對 那如果我們一旦要把這個發展成T彈能源 然後能夠佔我們所總供電20%的話 而他又能夠被透過他這些系統都連結網路 那如果原廠又能夠控制他 那很有可能以後 我們就有一大比例的供電 安全是被別人所操控 那這樣到底是不是 是可行的 到底是不是很大的風險 我覺得是值得現在好好去思考 那5G來臨的時候 就會讓更多像這樣的例子 全部都連結上網 全部都想要網路服務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星期一抵達匈牙利 開啟了歐洲五國之行的第一站 他在布達佩斯警告說 中國和俄羅斯在中歐地區 不斷擴大的影響力 對地區的自由構成威脅 他還告誡盟友說 如果他們繼續使用華為的通訊設備 也許會影響華盛頓與他們的合作 詳細情況請記者墨宇來介紹 是 林森 那麼蓬佩奧國務卿星期一的時候 他是與匈牙利的外長 彼得西亞爾多舉行了會談 那他在會後的聯合記者會上表示 美國在過去的很長一段時間 是沒有積極地參與低級失誤 那導致中國和俄羅斯有機可乘 那他表示 美國將扭轉這種局面 在這個地區施加一些積極的影響 那麼來聽聽他是怎麼說的 我們必須不能讓普京在朋友和北約之間挑起不合 匈牙利人從歷史中非常了解 專制的俄羅斯永遠不會是有小國自由和主權的朋友 俄羅斯不是侵蚀地區自由的唯一一個大國 我今天也與外長西亞爾多談到 讓中國在匈牙利佔據橋頭堡的危險 我們公開討論了我們在這個議題上可能合作的方式 亞太地區國家的經歷顯示 北京的握手有時帶有條件 這種條件會讓匈牙利在經濟上和政治上負債累累 你們知道區別在於俄羅斯和中國是威權國家 他們沒有我們這種對自由的共同追求 那麼華盛頓是擔心中國在匈牙利和東歐等國日益 增加的這個影響力 尤其是中國的這個華為公司在這個地區的擴張 美國及其西方盟友他們是認為 華為的設備可能會被用於間諜活動 華為否認參與任何政府的情報活動 那最近很多國家這個西方國家 對中國的華為公司是提高警惕 甚至禁止華為參與本國5G通訊 通訊這個網絡的建設 但是匈牙利是華為積極開展業務的國家 他們也是同意華為繼續在他們國家開展業務 那蓬佩奧在美國駐匈牙利大使館的 他們與美國的合作 那麼來聽聽蓬佩奧的回應 至關重要的是我們與他們分享我們所知的 華為存在於他們網絡中所構成的風險 對他們民眾構成的真實風險 對他們民眾隱私保護的風險 還有風險是中國會利用這些數據 而這不符合匈牙利的最佳利益 我們有義務與他們共享這些信息 但第二點我們在世界範圍內看到 這也讓美國的存在更為困難 意思是如果設備在我們擁有 重要美國系統的地方同時存在 這會讓我們與他們的合作變得困難 我們想要確保我們向他們指出了 使用那些設備存在的風險和機會 然後他們自己做出決定 那蓬佩奧國務卿在匈牙利之後 他還將訪問斯洛伐克和波蘭 那一些分析師認為蓬佩奧也會繼續 將這個訊息傳達到這兩個國家 那蓬佩奧的歐洲五國之行 還有比利時和冰島 他會在回程的時候 在這兩個國家做短暫的停留 林森 好的 感謝記者墨宇 在新聞中心的連線報導 15日在德國登場 會期三天 慕尼黑安全會議是由美國主導的 跨大西洋防務年度會議 今年有超過30位政府和國家首腦出席 與會總人數高達600人 創下歷史記錄 華盛頓和北京都派出了高級別官員 和龐大的代表團 美國由副總統彭斯帶隊 成員包括代理國防部長沙納漢 和川普總統的女兒 白宮高級顧問一萬卡 中共代表團的規模也創下記錄 首期代表為中共政治局委員 中共中央外事辦主任楊潔篪 這是慕尼黑安全會議召開以來 中方派出的最高級別官員 今年會議的主要安全議題之一 是美中俄之間的競爭 美中在會議期間對抗的焦點 還包括華為能否參與 歐洲5G網絡建設的問題 週六 彭斯在會議上再次救華為等中國公司的安全威脅 對歐洲盟國明確表明了美國的立場 他說 這些中國公司向中共安全機構提供他們網絡和設備所接觸到的信息 美國必須保護自己的關係通訊基礎設施 彭斯呼籲 美國所有的安全夥伴要對此保持警惕 拒絕任何有損於通訊技術安全或國家安全系統的公司 楊潔篪則在同場辯解 聲稱中國的法規並無要求公司設置後門程序收集情報 呼籲歐洲國家不要理會美方要求 繼續維持與華為的緊密合作 不過 楊的說法與中共公開頒布的法律不一致 根據中共2017年通過的情報法第七條要求 中國國內任何組織和公民要依法支持 協助和配合國家情報工作 目前 華盛頓正在就排除華為對歐洲加急施壓 彭斯和國務卿蓬佩奧本週同時分別到訪東歐和中歐 蓬佩奧在匈牙里說 如果歐洲國家繼續同華為做生意 將影響美國和歐洲的合作 蓬佩奧在波蘭重申 美國對華為在歐洲的一股及其商業做法嚴重擔憂 特別是在北約和歐盟成員國 歐洲是華為在海外最大的市場 多國網絡運營商和華為都有合作 但美中科技戰不斷升級 也令許多歐洲國家越來越認識到華為設備的安全威脅 目前 法國政府正在努力通過立法禁止網絡 運營商在5G網絡中使用華為設備 德國和英國政府也即將對是否在5G網絡中信用華為做出決定 波蘭和捷克政府則明確了排除華為的意向 華為被指具有中共軍方和國安背景 近年來 其輸出電子設備中的軟件後門和間諜晶片不斷被媒體曝光 隨著中共積極對外擴張 其通過輸出中共模式建造所謂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野心逐漸暴露 這也令國際社會擔憂 如果由華為主導未來5G網絡 將給西方自由體系帶來巨大威脅 中國通訊公司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的被捕 使得中共對西方國家的滲透和收買 逐漸浮出水面 大家好 歡迎大家關注新聞看點 我是李木陽 為期三天的第55屆慕尼黑安全會議 今天2月16號進入了第二天 雖然剛剛在貿易談判上取得了一些進展 但是為了爭奪歐洲 美中兩國又在這個超過有30位 政府和國家首腦遇會的600人大會上 圍繞著華為和5G在歐洲擺開了一個大的陣仗 美國副總統彭斯率先發炮 指出華為對國家安全已經構成了嚴峻威脅 他敦促盟友下一代的5G網絡 避免使用華為等這些中國電訊企業的設備 美方的連番警告 歐洲國家都在重新審視華為帶來的安全問題 令人想不到的是 曾經連熱切與中共修好的捷克 也在早些時候變連了 與此同時 美國之音報導說 歐盟正在考慮制裁中共的網絡間諜活動 原因是前不久英國遭到了中共的網絡攻擊 有分析指出 隨著美國反擊的力度加大 作為中共網絡間諜的一個代言人 華為在歐洲的布局可能將被徹底打破 也勢必牽引出他幕後真正的大老闆 就是中共網絡間諜的罪魁禍首 中共國安部 未來的幾個月 歐洲各國都將決定 是不是要選用華為建設5G網絡 那眼下正是一個關鍵時期 中共派出了歷年來規模最大的代表團 去參加這次安全會議 目的就是對抗華盛頓對歐洲的施壓 儘管帶隊的只是中共政治局的委員 外事辦主任楊潔篪 但是要記入這是從1963年第一次召開這個會議以來 中共派出的一個最高級別的官員 不過呢 美方的官員這個級別更高 由副總統彭斯親自領軍 成員還有代理國防部長沙納漢 以及川普總統的女兒 白宮的高級顧問伊萬卡 代表團的人數也可能創下了美國的最高紀錄 從與會的人員來看 雙方都對這次跨大西洋防務年會是極為重視 超過了以往 尤其是美方 更顯示出爭奪歐洲 以及對中共網絡間諜活動進行反擊的這種決心 在美國的強烈呼籲和警告之下 包括歐盟、英國、德國、挪威、法國 還有捷克等等這些盟國 都在呼應美國的安全警告 其中最有意思的就是這個捷克 這個曾經熱切跟中共修好的國家 對華為變臉幾乎沒有人想得到 因為華為曾經與捷克總統澤曼 在過去的四年當中簽訂了一份合同 滿足總統和他的員工的通信要求 紐約時報指出 這份總統合同是華為在捷克根基深厚的 一個最明顯象征 另外中共也把捷克看作是 在整個歐盟利益的一個跳板 不過根基再這麼深厚 也還是終究敵不過國家安全的重要 去年12月 捷克政府發布指令 華為構成潛在的公安微信 衛生部和司法部宣布 不再履行從華為購買服務器的現有合同 甚至那份華為與總統辦公室簽訂的合同 也在審查當中 捷克這個出人意料的舉動 那就意味著華為在歐盟國家 遇到了越來越嚴重的問題 我們知道這是捷克第一次發出這樣的警告 情報機構負責人納弗拉蒂爾他指出 觸罰華為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共的國家情報法 他做了一個類比 說想像一下 有一家餐廳的衛生條件非常糟糕 儘管這家餐廳監管機構沒有證據表明說 有人因為這個去生病或死亡了 但是這樣你就應該在那裡吃飯嗎 納弗拉蒂爾提到的國家情報法 是2017年通過的 中共明確要求 中國的企業無論在哪裡開展業務 都要為政府的情報工作提供支持幫助和合作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本週到訪多個歐洲國家時候 也表示中共的這個國家情報法 他要求類似華為與中興這樣的公司 必須無條件地跟政府合作 將網絡的數據和後門交給中共的情報機構 那如果允許華為參與歐洲 下一代無線通信網絡的這個建設的話 將會加強中共政府的監視能力 危及到整個的歐洲安全 也危及到與美國的關係 就在人們普遍都把目光集中到 華為的安全問題時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歐盟傳出要對中共的網絡間諜攻擊活動實施制裁 有歐盟官員告訴美國之音 1月28日的時候 英國向歐盟的有關機構通報了 中共網絡間諜APT-10對英國的軟硬件 都發起惡性網絡攻擊的情況 當時與會者就討論了 可能對中共網攻所採取的行動 包括制裁或者發出聯合警告 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資深顧問 英克斯特對美國之音表示 只封殺華為這個還遠遠不夠 因為中共的國安部才是中共的網絡間諜的罪魁禍首 星期三 彭斯和波蘭總統杜達在華沙檢閱美國和波蘭的軍隊 彭斯對他的聽眾說 美國將永遠與波蘭人民站在一起 他談到美國總統特朗普是如何在美國軍事力量上投入巨資 以及一個強大的美國將如何加強與盟國的聯盟 他還向北約做出了類似的承諾 波蘭人民知道 美國人民也知道 自由世界需要北約成員國的強大和團結 我們就是這樣 我們站在一起捍衛我們的聯盟和我們所珍視的一切 我們知道每個成員國都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 我們北約聯盟的核心是一個莊嚴的承諾 即對一個國家的攻擊就是對所有國家的攻擊 彭斯星期三早些時候抵達波蘭時 聽取了有關美國在波蘭的軍事承諾和部署的簡報 波蘭正尋求讓美國在該國建立一個軍事基地 以增強其在北約中的作用 並緩解外界對波蘭與烏克蘭邊境可能吸引俄羅斯的擔憂 在我們努力保護電信領域免受中國侵害的同時 美國也歡迎波蘭的夥伴關係 你們的政府最近對一名華為主管和涉嫌與之合作的 一名波蘭公民所採取的行動 顯示了你們的政府決心要確保我們的電信領域 不受到對我們的國家安全造成威脅的損害 我們必須繼續共同努力 確保所有的投資審查機制 未來能保護關鍵的安全和經濟基礎設施 總統先生 我感謝您的領導能力和行動 彭斯對波蘭的訪問是他四天歐洲之行的一部分 他將參加國際會議 並於本週晚些時候參觀前納粹奧斯維新集中營 然後前往慕尼黑出席安全會議 美國之音記者卡斯特報導